犹太人说过 人有三件事忍不住 咳嗽 贫穷 还有爱情 女生们对感情总是缺乏安全感 与其天天缠着男朋友问他爱不爱自己 不如在生活中多多观察 真正的感情是藏都藏不住 装也装不出来的 细节之处往往能见到真爱 女孩们我们一起来擦亮眼睛来看看 当一个男生真正爱着你的时候 他的世界是围着你转的 你的一言一行 你的喜怒哀乐 他都了如指掌 在你不注意他的时候 默默关注着你 当你回过头来 对你温情微笑 这样的男生敢说不爱你 当一个男生真正爱你的时候 他是极其尊重你的 任何关于你的事情 都不会一遇孤行地帮你做决定 会征求你的意见 尊重你的意愿 他的事情也会想让你知道 并求得你的支持 将你放在一个与他平等的位置 这样的男生敢说不爱你 当一个男生真正爱你的时候 你便是他依靠的肩膀 但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他愿意对你倾诉 敞开自己的心扉 将自己软弱的一面 表现在你眼前 只是一种坦诚与信任 在心爱的人面前 展现完完成整的自己 这样的男生敢说不爱你 当一个男生真正爱你的时候 会时刻与你保持联系 恋爱死人盲目 理性尽失 恋爱中的男生也是黏人的 会时时给你打电话 发信息 了解你的动态 必须听到你的声音 才能安心 这样的男生敢说不爱你 当一个男生真正爱你的时候 会很顾及自己在你眼里的形象 也许他以前不爱捣鼓自己 运动服翻步鞋随意往身上套 可是拥有女朋友以后 男生会越来越顾及自己的形象 会折腾发型 会认真地搭配衣服 希望你眼中的他更加完美 这样的男生敢说不爱你 当一个男生真正爱你的时候 会迫切地想宣布你的所有权 男生的占有欲是很强烈的 也许在你们刚确定关系之初 他便会迫不及待地 把你介绍给身边所有的人 迅速融入你的交际圈 这样的男生敢说不爱你 当一个男生真正爱你的时候 会想要分享他的一切 也许他会拉着你一起看球赛 即使你对这项运动一窍不通 也许他会对你精精有味地 介绍一款游戏 即使你是个守残党 他会兴致勃勃地分享 他的爱好与生活 拉近彼此的了解 这样的男生敢说不爱你 当一个男生真正爱你的时候 他会想要时刻陪伴着你 会为你吃醋 为你伤心 会在你生病时 一边责备你不好好照顾自己 一边为你冲药 女孩 如果你遇到一个真正爱你的男生 请珍惜他 这世界上最珍贵的 莫过于一颗刺成的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